破月季限后出清减码果然避开 连续两天恐怖的大砂盘 非经济因素造成的恐慌下跌 未来一定会创造什么 超额的利润 那重点来咯 最好的买点会在哪里 全国只有江江有能力 而且愿意跟各位讲 今天节目非常精彩 哈喽大家好 我是江江 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成绩的节目 这个台北股市呢 两天跌掉了1332点 后市如何看 请各位锁定 待会我会用我的转折 其实我礼拜一有各位讲过 周转折还扣两个高值 那经过两周后的整理之后呢 它会有浮现一个非常精彩的机会 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 大盘刚刚破月线刚下来对不对 那筹码太乱了 尤其是最近什么 最近这个投机的气氛啊 当冲的筹码造成短线上筹码真的很乱 你耐心等一下 你不要急着去抢 不要急着去抢 不要急着去做加码 耐心让福尔稍微收敛 这个整理过后呢 我认为 一到两周后 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 厉害的买点哈 再锁定我的转折预告哈 好来 好 我们昨天各位说哈 有没有 因为刚开始嘛 昨天是破月线 我一直重复的 月线叫做主趋势线 站上主趋势线多 OK 没有问题 你可以看得很好 没有问题 可是当你的眼睛看到月线 被跌破的同时呢 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一下 对不对 好 我们昨天跟各位讲哈 控制持股的水位 我说过空手不是害怕 空手是等更低的买点哈 那等待风暴过去的机会 来好不好 潮水退去了 谁光屁股 有没有 我钢铁股买点跟各位讲 昨天还有平盘以上 很好的价格来做卖出哈 昨天钢铁出的漂亮 你看今天全部回答 好 我们耐心等 修正过后的买点哈 潮水退去投报 你看这两天 你可以清楚验证 多头市场每个人都是股神 可是一碰到风险的时候 谁的第一时间 帮你处理的能力最好 他才是你值得跟随老师 不是吗 好来看我昨天讲什么 我讲这个空头的这个下跌啊 可怕在于什么 又急又猛 有没有 如果不是当机立断 果决出场的人 基本上呢 在急跌的过程中 一定中伤 有没有验证 你昨天破月线 你必须当机立断 赶快做减码 赶快做出场 否则的话你看两天1300点 其实盘中的时候都高达两天 几乎2000点哈 那谁受得了 必定受重伤嘛对不对 我所有跟各位讲哈 昨天这个电子股跟OTC啊 月季线跌破的时候呢 最好的策略是什么 是现金为王 我说空手不是害怕 空手不是害怕 而是等待新机会 最近最后两行最重要了 有没有 当市场未来修正结束 中空转中多的时候 然后你会验证 你会确定一件事情 而且你会很开心 你预见的是我 满手现金的你 会战胜市场99%的人 多意思吗 因为有一天 他这个恐慌性的 非理性沙盘会结束 结束后中空会转中多 中空转中多 你如果是满手套牢等解套 你毫无胜算 是不是你昨天有把这个股票 做这个处理 初清的初清 减码的减码 是不是你现在现金比别人多 现金比别人多 未来中空转中多的时候 你就是赢家 是不是 所以你看哦 股票市场真的存在什么 大部分大部分人负责书啊 所以自己慎选老师 好来 这是我礼拜一 5月10号的我们节目的截图 有没有我说跟各位讲 未来转折还扣高 有没有 5月10号是本周一 电子周转折嘛 连续扣三高周转折 下周还是扣高啊 所以两周后是最好的时机 是不是 我们也不知道疫情的发展 会如此的快速 对不对 可是转折 明明之中已经有预告 所以大卫请锁定我的这中场 各位讲的转折的预告 我认为中空转中多的转折点 我会跟各位讲的很清楚 来这是我的节目 坚持祖生财富倍增 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生活圈 还有这个Telegram 成为我的粉丝哦 然后也可以利用搜寻ID 小老鼠WIN58899的方式 来进入我们的粉丝团 这是我的解盘频道 请各位帮我一个忙 摩托头顾点鼓成金 江国中分析师 帮我订阅按赞跟分享 订阅按赞跟分享 好点鼓成金 有没有 当初的第一桶出生段结束 回测季线好不好 我认为台北股市 现阶段很多股票 会相当类似当初我们买 第一桶的位置 有些是回测季线 强势的 基优的成长性很高的 基席比较高的 回挡到季线 那比先跌的呢弱一点 受到非恐慌 非理性的恐慌性插盘 他可能到季线 甚至半年线 其实他的位置 不管是季线半年线 其实都是跟当初 第一桶的位置 只是一模一样 你看你要相信 你对股市要有热忱 你做股票你要开心 什么意思呢 说买股票是买什么 买你投资的之后的 未来期望值 有一天他找上去之后呢 你赚钱你当然开心 那现在碰到利空下来 你避开风险有价差之后呢 你势必要把它买回来 为什么 因为你买股票是期望值嘛 未来早上去会 创新高会开心 大家拉回来 可以找机会买更多啊 所以当然要开心啊 如果你做股票做的很痛苦 那离开了 懂我意思吗 好你看哦 当初的出生的结束 回到机械买点啊 你必须相信 你对股票市场要有热忱 你对你的技术分析要有信念 像我啊 我觉得非常非常坚信 我自己的技术分析的能力 对不对你看 怎么可能啊 20.15的第一桶 来到76.6 这样子是280%的获利 我不是拿过去的绩效 去吸引你入会 而是真的各位验证 有办法 我们的会员 每个人都是散户 对不对 可是我们真的做到了 是不是 所以不要放弃 不要灰心 学习是最好的投资 我们的新的全新的技术班 已经上架了 可以好好的一起来做把握 来 江老师也是在telegram 唯一免费去分享趋势的 技术证据的分析师 你看14902 14902预告 11699会来 有没有你看到17000啊 有没有 17000预告 自身在116577 你看到16577啦 果然回撤成功后又拉了1000点 不是吗 先下再上 对不对 好那碰到疫情 你要如何做这个分解呢 昨天有没有破月季线 大盘是破月线 破月线控制持股比重 有没有再一次哦 好不好 我相信这个口诀 对你一辈子会有帮助 月线等同于主趋势线 破月线主趋势翻空 是不是 你势必要做减码 破月线主趋势翻空 势必要做减码 是不是 你昨天有减码 今天不会受重害 受继续受重伤害 有没有 好所以我说了 学习呢 是最赚钱的投资 所以我们的技术班 请各位为了你未来的幸福 为了你未来的获利着想 请各位一定要锁定 全新的技术班 来同学 电子月季线同破 有没有看到 月季线同步做跌破 所以一定要控制持股比重了 等待明确的证据 昨天 昨天开盘5月11号 开盘没有多久 然后呢 这个是电子的锐 这是OTC 有没有 是完全都如我的预告 好来同学你看哦 这是大盘 这个是ODC 我们先看这个大盘 昨天破月线 你第一时间做减码 昨天破月线 你第一时间听这样这样的 发生什么事情 月线是主趋势 这个叫做主趋势 主趋势跌破 有没有 主趋势跌破 月线跌破 代表过去20天买的人 平均而言都赔钱 那赔钱的情况之下呢 市场又碰到疫情的利空 一定会卖嘛 停损的停损 放弃的放弃一定会卖嘛 恐慌的恐慌一定会卖 卖压会加重 是不是 你看两天这么大的跌幅 是不是说你高档有卖 未来低档 一定可以买更多 赢取更多的获利 好这个是加权 好来看这个是电子 月纪线昨天是不是很明确的 我说过我是个讲真话的人 没有跌破月纪线 我绝对看很好 可是当我看到月纪线跌破 我是技术分析信奉者 我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动作 是不是你看 有避开没避开就差很多了 这个是电子股 那这个是OTC好不好清一色啊 昨天也是啊 跌破了同步跌破月纪线啊 有没有 所以这个是应该照道理讲啊 应该是说你信任 你对自己有信心 然后对股市的认知 有正确的观念跟态度 应该是可以避开的 就算没有全部避开 你也必须做减码 保留一些资金 等他低档加码的机会 这样子才有战斗力啊 是不是好来 然后呢现在来看 今天我的节目呢 最精彩的图要来咯 这是我礼拜一的预告 5月10号电子的周线 本周还是扣高 我说过我的转折 专门负责帮助我们团队 判断未来 那我当我判断出来之后 我就公开讲 我讲真话 不管你信跟不信 不管你喜不喜欢 我就负责讲真话 我希望对你有帮助 等我意思 好你看哦 这是礼拜一讲的 扣三个四个高值 下周还是扣高 两周后会扣低 好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的研判呢 是先下再上 来 好 来 你看今天的电子股的周线 电子股的周线 有没有 你再看一次哦 这是我礼拜一的预告 有没有 下本周扣高 下周扣高 然后等待扣低 然后呢你看今天的电子 有没有 好再各位换一次 说那这个时间 什么时候会出现很明确的 周线是中线吗 日线是短线 周线是中线 月线是长线 好你看哦 这个是不是很明确 这里开始扣高 好我们放大一点 好 这里扣高 有看到这里扣高 本周还是扣高 是不是下周还是扣高 好 那因为多跌了疫情的关系 多跌这两天之后呢 它变成两周后也是扣高 所以这还是什么 中空的时间领域 这还是中空的时间领域 所以你这个避开风险之后呢 不急真的我讲实话 不急着今天去买 为什么你看哦 电子它先跌 未来我也讲 我昨天晚上在推广 给各位分享 未来我认为一定会先涨 电子一定会先涨 未来主流一定是电子 但是因为船厂刚转落 过去的一个礼拜的时间 船厂的资金光钢铁跟航运 它的成小比重高达39% 超越了电子的成小比重 就是说过去一个礼拜 那个船厂跟钢铁呢 吸太多散户的筹码在里面 那筹码很乱 所以即便电子转强横盘的时候呢 船厂可能会补跌 所以呢你这个时候 不急着今天去抢 真的我讲真话不急着为什么呢 因为你抢完之后呢 下周还会有后座力 是懂我意思吗 投资宝那来 那什么时间会有很大的机会 这里 也说投资宝来 你下个礼拜哈 下下个礼拜 他我的看法是会一样上冲下行 有没有 有没有 OK好 假如说是这个震荡盘好了 好 但是这个位置我就认为 你必须要好好的把握了 这个位置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买完之后呢 中空会结束 就是说这个时间扣高转折 如何的中空会结束 那我刚讲的 我今天节目开展跟各位讲的 这是疫情的恐慌性 心理的层面 基本面完全没变 基本面完全没变 景气没有改变 完全是因为非经济因素 好 那基本上16,000以下呢 我认为是超跌 那超跌 可是你不能因为超跌 你就先买来苦等啊 这样没有投资的效益啊 所以听我的哈 再经过一两周的震荡 那在这个时间点出现之后呢 它会有强烈的中多 那至少会有几周 会有我认为会有三到五周 会有三到五周的中多的时间 懂意思哈 所以这是我今天跟各位讲的 延续我们礼拜一个会讲的 因为周转折扣高值 你必须等扣高的时间度过之后呢 我的转折是预告能力 他会跟你讲什么时间什么位置 他有机会扣低 所以目前看起来很明确 因为这里会扣低 这里扣低 你不要等到这个地方才来 你现在来这里调整好持股 这里呢全力火拼 现在来把电话拨通 然后这里把你调整好持股呢 这里火拼 懂意思哈 好就是我今天最精彩的预告 我拿我看到的证据跟各位做分享 自己听得懂的 就好好的把握咯 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哈 那不管行情怎么做变动 我们能够买的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主升段 一定是主升段 个股整理过后 我昨天跟前天也跟各位讲 电子股先跌 那跌完之后呢 他最近因为是资金被吸走了 被传染吸走之后呢 造成他的成交比重降低 股价下跌基本面不变 成长性假设不变有没有 因为股价下跌本益比就变低了 好不好这市场这个循环 不会有永远多头跟空头 多头空头是个循环的转换 当电子跌无可跌的时候 当法人当市场认同他的本益比够低了 他值得投资的 就是说所谓的价值型的投资机会来的时候呢 电子他又会重新回到主流 而且我认为一到两周后就会出现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握 还是一样 尖指说主针断 我刚刚也各位说过了 会有很多股票 位置不一定是季先 因为很多都跌破了 也可能在半年线 可能在半年线比较多 电子股去选择基优的 未来有涨价题材的 然后有高成长的 然后最近筹码经过一段下跌之后呢 筹码被清干净的 符合比较少的 寻找这个位置 去复制什么 复制我们当初第一桶 有没有 赚75%还不卖啊 变成赚92%了 138 165 179 207 221 252 280 280% 2.8倍的获利 所以证明我们从买进后就重复讲 就重复讲 所以证明你一定可以的 只要你愿意开始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一定可以这个反败为胜 所以头发只做主身段 你不会没有关心 我说过学习是最好的投资 你透过学习透过练习把它做到最好 我相信你的未来股市人生 一定会越来越好 要赚就赚主身段 来当初我们不是买大成钢吗 有没有大成高速赚两成七 我们上礼拜不是买的威智吗 然后呢赚5.3% 海光有没有赚了11% 好朋友你看哦 我说一定要卖啊 昨天讲大盘破了月季线的时候呢 你就一定要卖啊 是昨天卖的很漂亮 2028的威智今天还涨 2038的海光是不是 有卖没有卖 那就差距就很大了 所以我都跟各位说了 你选老师请你胜选 选什么要选会买又会卖的 股市一定会涨也会跌 一定会有多空的循环 长线叫做长多转长空 那中线叫做中多转中空 中多要拼命赚 中空要避开 下一次中空转中多 又是机会了 是不是 所以这是多空的转折 就是说我的技术专门教会员 跟会员分享 如何利用我们所学 利用我们研发的技术 去把未来的中空跟中多的转折 把它抓起来 这样子你就大部分时间 你就赚取中多的利润 然后这个还能够什么 避开中空的回档不是吗 就是简单的事情呢 重复做把它练到最好 我们当初是不是做台胜科 初清也讲对不对 我们做的威刚跟实权 买进卖出 威刚也出了 初清也跟各位说 有没有 实权也跟各位讲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了 会买又会卖 获利才会实在 你看我们上周抢个反弹 很清楚跟会员说我们是抢反弹 升权抢反弹上周四买 然后上周五涨停满 出了一半 另外一半昨天是破成本出 是不是 所以你一定要照着 你所学技术分析来做 是不是 昨天是不是出的很漂亮 所以我们一半赚10% 一半是成本附近 这样子加总起来除以2 他还是有5%的获利啊 是不是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握机会 一边赚钱 一边学习如何避开风险 等多头回来拼命赚 然后一边学什么 学你可以学的技术 我的技术不会难 你上过的会员都知道 不会难 可以轻易的帮你打通 这个任督二脉 自己把握机会了 好来 坚持主身抓队大主流 这是我的理念 专攻其掌 是我带会员要做的事情 那有风险 破线我们一定会出 一定维持 赚大赔小 赚多赔 可以少的投资的生活 那全新的机会 我认为马上就会出现 先进来帮你做好持股调整 等待我说的 将周转折中空转中多 那就是非理性沙盘结束之后 最好的机会 可以透过LINE AT留言 把持股交给 交给我们 交给江老师 我帮你做完整的处理 还有也可以透过电话 美副会加美副会的专线 0800 660 8085 跟我们做联络 学习是最好的投资 是最赚钱的投资 不然的话 假如你下一波赚到了 未来有一天又碰到回挡了 又碰到大沙盘了 你还是无法避开的话 等于0啊 等于是说你努力赚再多 那未来也会赔光 对吧 他是没有效率的 他是白走一招的 是不是 所以请各位把握机会 利用这波行情 看清楚市场的正面目 股市不是永远只有多头 他破线或是会回挡 没额外的利空 小回挡 昨天今天是疫情额外的利空 突然来的利空 变成大回挡了 是不是 所以选真正能够帮助你的老师 带枪投靠的计划 吸收会期的优惠 请各位好好的把握机会 听我的 一到两周之后 会有非常好的 可以帮助你反败为胜的机会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祝你操盘 顺利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